農田水利鼠透過現代科技結合傳統智慧 採用低碳自然工法修復水鎮 提升農民灌溉效率 也增加他們的收益 車廂工程設施是以因地制宜的減碳工法 而這也讓農水鼠蟬聯 滋成永續影響力社會組的金獎榮耀 田野翠綠 草莓田一片神機勃勃 但在地農民長期陰雅有古鎮眉頭伸縮 靠田吃飯的農民為了生計 就算危險人硬著頭皮修補 從109年起 農業部農田水利鼠推動擴大灌溉服務計畫 針對灌溉系統進行漸減修復 優化鎮陸巡檢系統 除了提升灌溉用水效率 也增加了農民的收益 因地制宜的減碳工法 也獲得了永續影響力殊容 合掌的是農業部農田水利鼠 連續兩年蟬聯金獎農水署署長蔡申府 滿臉笑容走上頒獎台 在台灣農業水資源較缺乏的地區 農水署依循把水流注灌溉大地的願景 也擬各式擴大灌溉的服務計畫 希望在未來的這個十年 只要是有陽光有農地的地方 那麼農民都可以不要再為水而哀愁 那自然的環境跟人類的活動 也都能夠永續的共融 每一個單位 不管在哪一個月 你都可以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會會生一個很大的力量 那台灣漫向永續的各部中等級 在永續發展的道路上 政府及各單位企業發揮自身影響力 創造更多可能性 記者現在捲入播從台北採訪報導